接下来提型是一个常常会用到的提型 就是求溶质 通常是求溶质的质量 也可以求溶质的墨素 甚至可以求溶质的个素 两大M的氢氧化钠三公升 有多少功克的氢氧化钠 OK 墨就是墨的浓度 所以容易生素 这是求溶质墨素的方法 这是一个重点 你可以把它当公式背起来 溶质墨素就是 溶质的墨浓度乘以溶质生素 所以我们算出来是6墨 下一步就是从墨去求质量 然后墨就是质量除以原质量或分质量 质量就是墨乘以分质量 所以分质量算出来40 就带进去 就知道是240公克 所以这题240 OK 好 欢迎各位 两大M的硫酸500 请问有硫酸几公克 基本上跟刚才是一样 刚才是一样 好 你需要算出这里面的硫酸有几墨 再从这个硫酸的几墨去求出它有几公克 来停车战界问 多少呢 这个人叫做2号 2号 98 请坐 你说98克 好了 刚刚跟你说墨就是墨的浓度乘以容易生素 所以要用生把毫升0.5公升 往里面算出来是1墨 可是我要求的是质量 质量呢 就质量除以原质量或分质量 所以分质量98 所以再进去做 答案就叫做 98克 98克 所以答案就98 OK 好 下一题刚刚讲过 我可以问你质量 我可以问你墨 我可以问你多少个 其实一样 我由墨浓度可以求出墨的素 再从墨的素求出它有多少个 再求出它多少个 那请问你它有多少个呢 从墨浓度求出墨的素 从墨浓度求出墨的素 再从墨的素求出它有多少个 来帅哥男 帅哥男叫做 23 23号 5 4 3 3 2 1 B B哦 啊 快点啦 B B 6乘以十二三之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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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几 6乘以十二十二之八 你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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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跟前面一样 我从墨是墨浓度乘以容易生素 算出来 它会有0.1墨 但是我要求的是多少个 个去要除以6 除以6乘以十二三之八 会变成墨儿 所以我们就假设它 带进去 就6乘以十二十二次方个 这就是我们 求容值有多少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你要晓得 我们算出来 怎么算出容值有几墨儿 容易的墨浓度乘以容易生素 然后再看你要我求的是质量 还是求的是个数 再把它换一换就可以了 OK OK